奔驰出去逛街是什么感觉 当你开着这辆车出现的时候 你绝对是这条街上最亮的载 与其说它是一辆车 还不如说它是一艘太空舱 在它行驶的时候 就像漂浮在路面上 这辆车是奔驰与詹姆斯卡梅隆 合作设计的全新阿凡达概念车 整辆车从研发到完成耗费上一美元 也许再过几十年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车就都是这样的了 它的轮胎上有七条酷炫的灯条 当你充电的时候 灯光会随着充电过程不停地流动 当你想转方向的时候 轮胎上的灯光会自动变成黄色 提醒后方车辆 不仅如此 这辆车也没有使用传统的圆形轮胎 而是使用了球形轮胎 它的所有轮胎都可以转动大约30度 在你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行驶 当你拥有这样一台车 再也不用担心不会停车了 车身正面 一排排炫酷的呼吸灯围绕着车标 看上去科幻感十足 走到汽车尾部 可以看到尾门上面拱起的一块块鳞片 奔驰称它们为仿生意 它们看起来如同爬行动物身上的鳞片 既可以在车辆行驶时 起到辅助作用 也可以用作太阳能板 汇仿神经形态的硬件 提供能源 当你正常行驶时 鳞片会竖起来 并且发出蓝色的光 当你转向时 鳞片会随着你的转动倾斜 刹车时 鳞片会抬起来增加风阻 充当空气刹车 尾部的排气管也取消了 它的上面是两块超大屏幕 在你行驶时 上面会出现一条条动感的线条 行驶速度越快 这些灯光流动的就越快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科幻 而且它的车内 也颠覆了传统汽车设计 当你想打开车门时 你会发现这辆车上没有门把手 如果没人告诉你 你绝对找不到它的开关 在它的前轮下 藏有一个指纹扫描器 打开车门时 只需要放上手指 车门就自动打开了 整个车门采用了蝴蝶门的设计 使用了特制的钢化玻璃 做到了既坚固又清明 当你进入车内就更惊喜了 这辆车是没有方向盘 换挡杆这些东西 采用了两门四座的布局 座椅采用了天然皮革 后面的座椅延伸到前面形成头枕 整个人坐在上面 是以一种半盘的姿势 坐在上面 就像坐在懒人沙发上一样 开启自动驾驶后 你可以放心的余乐或者是睡觉 而且车内很多材料 都是二次回收再利用的 车里的塑料件 都是打捞起来的海洋垃圾 在分解后制成的 非常环保 在它的前方是一块超大的屏幕 里面可以播放任何你想看的视频 而车辆的操控 全部由中间这个摇杆控制 除了可以前后左右 还可以斜着走 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这台车使用了基于石墨烯的 有机细胞化学电池 15分钟即可充满电 续航里程超过700公里 比起燃油车 你会喜欢这样的设计吗 接下来我们进入车内 把它开起来感受一下 它的驾驶乐趣 这个车的启动方式 也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控制器取代了车钥匙的功能 启动车辆时 只需要把手掌放上去 通过掌纹和心脏的跳动 车辆就可以识别车主的身份 然后车内的电子系统就会启动 车主只要抬起手掌 车里的功能图标 就会投射到手掌上 移动手掌就可以切换功能 合上手掌就可以开启功能 而且这个摇杆 可以实时监测驾驶者的健康状态 如果你喝酒了 或者是太过疲劳 它就会开启自动驾驶 因为车轮采用了球形轮胎的缘故 所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可以更加自由 当你想要掉头时 只需要旋转摇杆 车辆就会开启坦克模式 完成原地掉头 侧方停车时 只需要向左 或者是向右拨动摇杆 车辆就可以横向行驶 进入车位了 并且 这辆车左右都可以驾驶车辆 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非常的客观 也许再过20年30年 我们就可以开上这样的汽车行驶 在大街上了 只是这样一台车 也不知道月薪三千的我 能不能买得起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